经与邓肯 詹姆斯 库里同时参加选秀 假如你是经理有中元圈 你会选谁为间队核心 榜眼叹花分别排序 同时参加选秀 间队核心 中元圈 中元圈目前给库里 因为你得挑哪种 就是能够长期为一支球队效力 那首先得排除詹姆斯 那没有办法 因为詹姆斯他这个 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 他的特点是到哪支球队 都能兑现冠军的承诺 但是他属于啥 语录军的安行的 那我要是球队老板 肯定还是选库里和邓肯其中之一 选库里当庄园 因为邓肯呢 没有市场号召力 之前被历史收视率总球赛 在新时代 就是新世纪以来 邓肯打的总球赛 收视率一般来讲都不理想 包括之前早些年打活塞 甚至打骑士 当年收视率都不行 因为马赤的比赛 没什么太大观点 一种实际球赛 作为普通球迷来说 打得太死吧 这个队伍 而且尤其邓肯性格这块 也是太过于沉默 选邓肯那咋卖票啊 那我作为老板 肯定想库里拉开新时代 打小球嘛 你看库里 他所摔的冷军中 是美国媒体是有统计的 整个全美 当地 就是北美地区的收视率 金周勇市队是遥遥领先 排在第一 排到第二的时候 让人去活人 就在这一点的话 在国内 可能说差距还没有这么大 但在国外差距很大 因为小年轻人都看勇士队球 因为人家学的都是 斯中库里的篮球打法嘛 勒布朗 詹姆斯的打法相对来说 比较复古 就不符合新时代年轻人 他们的篮球审美 尤其远色嘛 投篮这个人 这个事儿 那么人人都能参与 但是詹姆斯这种打法 你能参与吗 你可能参与 就感觉是有点费劲嘛 你没有那个身体天赋 你怎么打呢 你学詹姆斯的球技 你很难能学的 学的就是说 你在野球场上 变得特别强 费劲 在国内 胡人勇士 这两队的收视率 是比较接近的 胡人勇士 甚至胡人队收视率啊 有的很多情况下 比这个勇士啊 还要更热门 但这俩后一问 是排名第一第二的 他俩就分不同的阶段 根据各支球队 当下这个阶段 他争贯潜力 到底都有多大 你比如说胡人队 常规茨开赛支持 那个阶段 甚至一度跌入到 西部到处地散 他收视率肯定降低 但是也比其他球队强多了 勇士这块呢 就在队内最混乱 那个阶段 收视率肯定是低的 但看到这支球队 也中了前景了 他俩是交替领先 胡人和勇士 据我了解 在国内是这样 他俩交替领先 有时候是胡人 收视率责贯 有时候是金正勇士 其他球队 都不值一提了 当年这个 狼网队之所以受欢迎呢 是因为有詹姆斯哈等 你看后来 杜兰特加盟太阳之后 基本上就在 收视率这块 那就跌入谷底了 没什么太大影响了 太阳队的比赛 关注度非常低了 所以首选是库里 他肯定是当选状元 榜眼的话 那就是榜眼的话 挑勒布朗·张姆斯 因为对蒂姆登肯 不适合这个时代 他再怎么忠诚呢 没用啊 你在这个时代你忠诚 但你注意那些 你又不具备约旗那种三非远色 你又不像约旗 拥有这么强的组织能力 因为你要论组织能力 他比约旗差多了 防守你只能归宿 邓肯咋换防啊 那换防肯定小手不好 但你进攻端能像约旗 干这么多活吗 在这个时代 蒂姆登肯 进攻端肯定干不了约旗 这么多活 这是必然的 所以你要选中邓肯呢 市场号召力提不起来 他能不能正贯呢 我判断是能 但肯定无法向当年21世纪出那会儿 拿那么多冠军 那还不如乐部长 詹姆斯来呢 来了之后 我给他搭配阵容 然后这个迅速正贯 那也许詹姆斯 万一要不走呢 是不是 或者走呢 你起码 慢慢他有可能还回来的 也毕竟落叶归根嘛 选詹姆斯 有市场号召力 求定能挣钱 能卖票 这点也是非常关键 在座姆斯更加适合这个时代 邓肯不太适合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